你跟老闆讲我就是这样子的 我就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要这样改变 老闆就说那我也就是这样的你走咯 一路来就是这样子 我一路来就是这样的啊 我持续环境就是这样 我是这样的 我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可是这样的你好吗 Yeah 你为什么不要改变呢 要做更好的自己不是说要完全 完全打翻 完全拒绝原本的那个自己 不是这样子 然后一句话在中间那种 别人挂在你身上的标签 第一句 一个实现梦想的人 就是一个成功的人 你在造很多那些没有实现梦想的人 讲到这个我告诉你 我最近也是 那个我觉得真的是一句惊于良言 对我而言啊 我看到一个人讲关于梦想 你觉得什么是梦想 就是你要向往的一个目标吧 OK我听到一个很漂亮的解释 他讲很多人把梦想等同于成功 但是其实这个是错了 梦想不是成功 梦想是什么 梦想是这件事情 一件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不管你能不能取得成功 你都会很享受的去做的一件事情 那叫梦想 有没有道理 哇 OK 我听到之后 这句话是副手而说的 OK OK来第二句 每个人的快乐是要自己给的 也对啦 其实 你不能讲他完全错啦 有没有 每个人的快乐都像 你觉得你那么不爽这一句的原因是什么 嗯 嗯 不懂我就是很吐槽这句话 哈哈哈 好了来了来了 OKOK来来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OK啦 这个是我负责自己的快乐啦 是这样的意思 对 我对自己的快乐叫做负责 它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期待别人给你快乐 因为真正可以让你快乐的人 是你自己 就是别人对你 不管是好还是坏 你都可以有一个心态 来做一个决定说 你要怎么接受这些事情 这是我替他的解读 他就这么一句话 没有上下文 怕爹是孝顺 怕老婆是爱情 这没有啦 就很像happy wife happy life 他这个怕是打引号啦是不是 没有他没有打引号哦 我查的时候没有打引号 ok 你要看你什么样的怕吧 对对对 我觉得他是用怕 来做一个不一样的诠释啦 这个我有一点get的到 就是 其实男 因为你知道我来自上海 你知道上海男人最出名的是什么吗 怕老婆 这个是非常多的一些 北方的男人 对于上海男人的一种 我觉得不是表扬 是一种有点带有贬义色彩的一种 评价 ok 但是呢 上海男人欣然接受 因为上海人有自己对于这句话的解读 其实我曾经看到过一个 还蛮不错的一个解读 他就讲说 其实男人 无论在身形力气上面 体力上面 都要强过女人太多了 那上帝造我们就是这样 对吗 你不可能来 比男人普通情况下啦 你一定是没有男人那么强壮 那么有利的 那为什么一个男人会怕一个女人呢 那肯定不是怕嘛 那个所谓的怕是在乎啊 是在乎 是爱 所以如果人家讲这男人怕老婆 那那男人为什么心甘情愿的怕他 为什么会怕他 其实是因为他在乎这个女人 他爱这个女人 哦 原来上海男人的解读是这样子哦 对 因为在乎 对 新加坡就不会了 如果 好像 又有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你很怕养还是什么啊 你就怕老婆 就你怕老婆 然后这怕老婆的意思就是说 你很胆小 就是一个贬义词来的 就是没有说 哦 因为你在乎 所以用怕来包装 那个在乎 就是你很怕 那你觉得那个人 他为什么要怕老婆呢 老婆凶吧 我不懂了 那要比凶的话 男人怎样力气都比你大 真的打起来 怎么可能男人不会赢呢 讲话 叭叭叭叭叭凶 我不懂耶 我觉得是爱啦 就是你真的争不过他嘛 我真的会觉得 是因为在乎因为爱吧 他才会心甘情愿的怕他 他们那个上海人的解读就是这样子 新加坡很多 Aunty Uncle他们就会觉得 怕老婆 怕老婆 哎呦 怕老婆 因为有很多人 我们只是讲两个观点 对对 是我们 都有这样子的观点 OK 那只有那些真正怕老婆的人 你知道你是为什么怕 好不好 OK 不要假执我们 我们也没有说一定是怎样 OK 没有了 我的亲爱人就完了 你的亲爱人 我三个人 三个人 对 我会觉得我们 我们 做自己 在很多时候 其实 所谓的做自己 如果我们真的把它归纳成一个 是我们真正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或者我们的人生的意义 我们的purpose是什么 我们人生的目标也好 命定也好 意义也好 是什么的时候 你就会回过头来想说 所谓的这个做自己 所谓的自己这件事情 如果作为基督徒的话 我们更了解是老我 对不对 那这个老我 我们都需要死掉嘛 我们才会有一个更好的我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停留在脑袋里面的那种 我们不想要改变的东西 我们不想要去 觉得没有自由的东西 其实会不会也是我们性格上 本身就应该要去成长的一部分 因为成长是很 很费力气的嘛 很费力气的一件事情 又很难拿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就比方说 你可能因为工作关系 你不得不去出席一些应酬的场合 嗯 对 那你会觉得说 在那样的场合里面的时候呢 那个不是你自己 因为你很清楚 你是有着某一种的目的 去做或者去说的这些事情 那你觉得那个不是你自己 可是我话说回来 没有人逼着你要去 今天你会去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 所以这个选择是不是你自己做的 那何为自己 可是有些人做这个选择 他们是很无奈的做这个选择 其实我可以选 如果有一个选择 我不要的 我没办法 我必须出席 所以你是可以不出席的 老板讲 老板讲要 对 所以是你的选择 你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这决定是 也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啊 所以你觉得哪一个 才是更珍惜的你自己 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不要因为 很多东西啊 很多东西可能在我们的老窝里面 有很多东西会把你自己整个给 给 嗯 局限住 就比方说 你可能是过去的一些 经历会让你把自己局限住 然后你还有一些 个性上面的缺陷 会把你自己给局限住 嗯 所以你想 回到我刚才讲的 你人生要有一个命定 要有一个目标 那你要去实现这样的命定 跟目标的时候 我会觉得 你就需要摆脱这些拦阻啊 对 你第一个 你不可以让你的过去 局限了你 嗯 所以很多时候 你会觉得 我过去 我一路来都是这个样子的 对 我从小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从小就是很害羞 我从小就是看到人 我怎么敢讲话的 那 所以不讲话 需要讲话的时候 依然选择不讲话 你觉得你在做自己 可是这个自己 能够把你带到怎样的未来 嗯 其实我还蛮不喜欢听到 哦 我以前就是这样 我一路来就是这样子 那我一路来就是这样的 我成长环境就是这样 哦 我是这样的 我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可是这样的你好吗 Yeah 你为什么不要改变呢 Yes 因为你不改变的话 你就会局限你以后要走的路啊 你会局限了上帝想要在你生命当中 完成的命定啊 这是我的感觉啦 嗯 包括个性也是 嗯 可能某些人的个性 OK 可能在这上面有宽容度会更大一点 因为每个人的个性要改变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对 就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一个过程 但是 你至少在态度上面 要知道看到你个性上面的缺陷 嗯 对 要肯学啦 肯愿意成长啦 我觉得这个重要 这个很重要 不然的话你一直觉得我的个性 哦 我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的个性 我的个性就是那种 我不喜欢去 很多人的地方 尝试新的事物 那怎么办 对不对 那你可以做东西也很少啊 所以不要让你的个性局限了你 阿世耀真的是一直 来被塑造 嗯 对 逃造 是 然后还有就是表现 你会觉得 哦 这个东西是我会的 或者我不会的 那你不会可以慢慢学到会 嗯 对 所以很多时候当你在说 哦 嗯 我这样就不是自己啦 你要想一想 那为什么呢 那个 那个你那么想要保持的自己 到底有 有哪些部分是 这么值得你珍惜的呢 嗯 还是说你会渴望一个更好的自己 嗯 你想要成为那个更加接近上帝 原本创造你的时候 你该有的样式呢 那你现在的这些 好像我们讲的之前的 我们这些所谓 老我 最 本身带来的那些 老我里面需要被 定在十字架上的东西 如果你都不愿意去改变的话 那你怎么样才可以有一个新的自己 更好的自己 其实更接近原本的你自己呢 嗯 好像在讲绕口令这样 以前我觉得说 要做自己 或者是 like 不要掉老我 有一个 重新的 一个新生命的一个想法 嗯 就是要完全 打破自己 嗯 然后 不要再做 以前的自己 但是我读到了一本书过后 我发现到 其实 他 虽然 他虽然是一个老我 他有不完美的地方 但是那个老我呢 在当中也是有上帝 嗯 原本就塑造你的一些东西 就是 那个 你要做更好的自己 不是说要完全 完全 打翻 对 完全 拒绝原本的那个自己 对对对 不是这样子 不是的 因为我们讲的嘛 你每一个人 你不可能身上是没有一个优点 跟 最贵的地方 一定有 所以你要看 你需要被改变的是什么 反而我觉得有一些东西 如果是 真的是很好的东西 就保留啊 要珍惜的东西 你是应该要坚持的 嗯 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候 你不应该顺着环境 对 去妥协 你反而坚持的时候 我会觉得那是正确的选择 嗯 对 你反而是在做自己 而不是你改了之后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真的是自己要看得很清楚 嗯 因为人性里面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吧 你原本的本性里面有很多 负面的不好的东西 但是同时 你也要非常清楚的知道 那你也有一些 很可贵的 很宝贵的品质 是你需要去坚持的 所以我们才说 我们跟上帝 同行的这一段时间 是不断的在更新我们自己 嗯 然后在改变我们自己 然后让那个老我里面不好的部分 对 一直被重新的塑造 然后变成那个更好的我 要懂得取舍 呀 凡事都不要太绝对 OK 不要太绝对 那怎么才可以知道 真正的自己是什么 哇 作为基督徒 我真的觉得需要祷告耶 嗯 还有就是找到你的心智所向 因为我也相信 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有你的命定 有你的护照 而这个东西 事实上 原本已经放在你里面的 那很多人其实不是没有 是他还没发现 他还没有找到 那你不妨去想一想 可能从小到大 你在哪一些方面 是常常会得到别人的称赞 或者别人觉得 你跟其他的小朋友不太一样 嗯 比较特别的 比方说 有没有可能小时候 你就是所有朋友的一个 很愿意跟你谈心的人 嗯 就大家遇到问题 都会想要来问你 哎 我最近这样这样这样 那你觉得 怎样怎样怎样 有没有这样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可能在你的个性里面 就有某一部分 是可以给人安慰的 嗯 或者说智慧 让人觉得 你是可以替他 还有劫难的 嗯 所以大家对你有某一部分的信任 那可能未来 你所需要做的事情 也有可能跟这方面有关哦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对 OK 要花时间去更多的探索一下你自己 然后如果有些东西在过程当中 因为成长是辛苦的 改变也是不容易的 那你如果很清楚 觉得这个东西是你自己需要去 嗯 继续改变的一个部分 成长的一个部分的话 那祷告 求上帝给你更多的能力去改变 嗯 帮助你去改变你性格里面 需要被更新的部分 而不是说 只说 哎呀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就是这样的咯 哎你讲 讲 讲直接一点 你在爱情里面 你哪里会觉得说 我一直是这样的 对 哪一段婚姻 哪一段关系 可以靠说 我就是这样的 有没有就没有咯 然后你就会没有的咯 你真的会没有的咯 你跟老板讲 我就是这样子的 我就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要这样改变 那老板就说 那我也就是这样的 你走咯 对 就这样 我们公司一路以来都是这样的 那你不适合这里 你走咯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对 我其实蛮欣赏 有些人对于自己 注重的价值观 非常的坚持 特别是在现在 这个很浮躁的社会里面 凡事都追求快 很准 然后那个人 他还可以是自己 有着自己的节奏 然后那个人 有着自己内心 非常坚持的一个 一个理想也好 一个价值 一个标准也好 他不会被这些东西 给污染到自己 可能失去一些关系 可能没有了一些人的提拔 但是他觉得他还是 坚持他自己的原则 这样的人我是欣赏的 因为他知道什么该坚持 什么不该坚持 所以我不是说 我们现在今天来讲说 做自己就完全是 不对的一件事情 就是应该要改改改 改到完 就是应该要 别人跟你说什么就听 当然不是这样 我觉得真正的做自己 是你真正的清楚 你自己的身份 清楚你来到这个世界 上面的意义 清楚你这一生 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并且当所有的外力 无论是拦阻也好 或者是影响也好 你还可以非常确定 你之前所谓清楚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 然后坚持去做 那我觉得才是真正的 做自己 我觉得如果你还有一点 对做自己 这方面有点模糊的话 然后你不晓得怎么 怎么开始 就我觉得可以从 就比如你刚刚说的 外界的影响吧 就当你有这些影响的时候 你不要那么快 就把它给吸收 然后觉得说 主流就觉得说 这个就是最新的潮流 就应该是大家 可以接受的一个自己 然后你就把它给吸收进去 我觉得可以花一点时间 去辨识说 这个东西 或是这个价值观 到底对你是有怎样的一个 真正的影响 对你身边的人有怎样的影响 你是不是应该接受 如果你分析过后 辨识过后 觉得说 OK 对你自己有利 对别人有利 没有伤害到的人 或什么样的 你就可以接受 不要太快 不要因着别人说 OK 这个就是主流 你应该接受 你就去接受了 应该这样应该那样 不然你会 哇 一直在那边 好像波浪这样 蛮恐怖的 需不需要改变 需不需要去重新学习 我觉得看是改变之后 跟学习之后 这些东西 会不会让你变成 更好的自己吧 更有耐心 更有爱心 是 更懂得包容 更温柔 更懂得节制 对吗 圣灵的果子 是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 用正确的方式 做自己 然后活出上帝 原本创造的 那个美好的自己 耶 好啦 这一集就聊到这里啦 下期见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 请点赞订阅 并分享出去 然后记得 追踪我们的社交媒体哦 下期见 当然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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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再该帮你 这期见 我们下期见 的 退路 欧